你怕我 我不是怕你 但是如果见你之前 我能有另一条路走 我会选择回避 上大学的时候 没被女孩追过或喜欢过吗 不关你的事 你有女朋友吗 我没必要告诉你吧 说这话就证明没有女朋友 我就不算打扰 除非你是个 你不用胡猜 我只是对不适合我的女生没兴趣 而且我觉得你不尊重我 这样吧 王子诚 咱们上次的饭没吃完 晚上你再请我吃一顿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打扰你 就这儿 你不敢进 行 就这儿 打扰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这个 就这个 我天天吃 挺好的 你不吃啊 你不吃我吃 谁说不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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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来来 好吃 我就是把这一天了 哎 我们找家咖啡馆做做怎么样 你不是说你吃撑了吗 那咱们就走走路 消掉时不是更好吗 干嘛非找我聊天啊 因为你长得帅 你孩子哪有不爱跟帅哥聊天呢 卢文静 你就放我一马吧 可是你答应过我 请你吃了这顿饭 就不再打扰了啊 我只能够保证 在同事面前 不表现出来 我特别喜欢你 在下班的路上呢 假装不是故意在等你 但是我不能保证 我这颗心 能放下你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走路去吧 你该跟人家说几句软话 沙驼这个人你还不知道 是顺毛律 吃软不吃硬 你越跟他硬 他比你还硬 你该跟人家说几句软话吧 在法律上 人家就是孩子的父亲呢 我不能失去辞职 他是我的心头肉 人家不说吗 他们来找我们 是想好好地商量这件事 你一开口就把路堵死了 怎么跟人家商量 怎么商量啊 他一开口就要 要把孩子要走 他就有商量的余地嘛 这要是能商量的话 我给他跪下 他要是肯的话 我跟他磕头都行 你看他的架势 他肯嘛 别这样 儿子回来会问他 到底怎么办呢 我恨不得把沙驼给杀了 别说几话了 你真的去杀人 能解决问题吗 要我就去死 没有子诚的话 我也没什么活头了 妈 妈 大萨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我今天请同事吃饭 帮跟你们说了 那就早点休息吧 妈 你怎么了 没事儿今天 妈想起来过去的事儿 你休息吧 好 文静 脚子正好 帮妈妈看看哪条合适 是你干的对不对 我是为你好 王子诚哪里得罪你了 别说你为我好 为我好就不会暗箱操作 王子诚有这个事情拿关机 你凭什么把他撤掉 他跟你不合适 这跟合适不合适没有关系 这是公司的大赛 你凭什么暗箱操作 你要是不喜欢他 你今天会为了他跟我这大吼大叫吗 这就是我不喜欢他的原因 再说你错了 合适不合适 这很有关系 我不希望你们继续交往 你要是管不住你自己 那我就替你管管 你什么意思 我可以开除他 你凭什么 我的感情是我不需要你来干涉 我告诉你 王子诚我是不会放弃的 放不放弃是你的事了 但是我的态度呢 我得表明 我这已经很客气了 你要不想继续害他 你最好到此为止 妈 这都什么时代了 你还干涉女儿的私生活 那太落伍了吧 欲擒故纵 你懂不懂啊 你还以为你在这追求爱情呢 人家的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了 妈 事实上是我在追求人家王子诚 人家根本不搭理我 你弄反了 好了好了 再说下去 姐 无非是重复刚才说的话 我的态度呢 我已经表达清楚了 你的话呢 我也已经听见了 今天你爸爸过世 别惹他不高兴 乖 快去把衣服换了 这个项目是你做的吗 是啊 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做的这个网站 上线不到一个月 遭到黑客攻击 整个网络瘫痪 客户损失了千万 技术部门的同事 花了两天的时间 才把所有漏洞找出来 对不起 陆总 这是我的疏忽 我会尽力补救 我 我可以赔偿 赔 你以为你是谁啊 怎么回事 你就别添碗了 紫长 怎么回事 我被调到档案室去了 这回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连累大家了 爸 你为什么要把紫车调走 他那样的高手 怎么能去打个事 我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按理 我应该把他开除才是 因为他的失职 让公司损失了两百万 你知道吗 其实我这么做 我对他来说 也不一定是坏事 让他摔一跤 有助于他成长 那你把我也调到导演室去吧 别任性 王子成犯的错 就应该承担后悟 你们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黑脸 有意思吗 是不是以为你这样做 我就能乖乖就范了 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表面是在降职 实际上 不就想要王子成 主动提出离职吗 注意一下勇气 我已经很在意了 受够你们的虚伪了 你们这样出卖婚姻的人 根本就不懂得爱情 住口 出去出去 给我出去 慢慢吃 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沙头哥 今天人这么多 你这壳得加油 那边客人都催好几回了 我这一壳也没闲着 我这也不是责怪你 其实我知道 你也挺累的 这样吧 今天打烊以后 我请你喝酒 老师 我在这店这么些年 也没有过这么好的待遇 别乱说 我什么事对你不好了 我这下班了 还得去看我丈母娘呢 得了吧 我看你这衣服 天天没人洗饭 也没人管 哪来的老婆呀 你少骗我 没有老婆 哪来丈母娘的 子成 去哪儿啊 我就是随便走走 你等我一会儿 找个地方 咱俩俩聊聊 好 沙师傅 今天这么多客人 你可不能说走就走啊 那我也不能 不管我儿子 儿子 这什么时候 多个儿子出来 我真是你儿子 你亲生的母亲 叫田美娜 是上海区内蒙古的知情 她是在草原那儿认识了我 在那儿 生下了你 后来 你的母亲 没能够回来 我是你妈妈的丈夫 这二十多年来 我一直在惦记着你 你没正面回答我 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但是 我一直把你和小娜 当亲生的儿女来看待 你是田美娜的儿子 就是我的儿子 小娜 对了 小娜她是 她是你的双胞胎妹妹 果然 我知道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 很难接受 但是你是个男子汉 你要勇敢 要面对 如果 我是你们的孩子 那我为什么 跟着我现在的父母 到上海来了 这个你最好 直接去问他们 我答应过他们 我不能直接告诉你 小娜 小娜这个名字 是你出生的时候 我跟你的妈妈 给你起的 小娜 不管你听到了什么 都要勇敢去面对 都要坚强 我不想面对事实 但是小娜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我还能躲吗 是小娜 让你来找我的 不是 今天我在公司 遇到点不顺心的事 心里堵了 想找个人聊聊 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找谁 如果是以前 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回家 跟我父母说 就算他们不懂 可我现在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是绕不过去了吗 是你那个设计 被别人拿掉的事 你怎么知道 你的事情我都知道 我也知道 这些天你心里 他们不好过 可是你要知道 我和小娜 我们都在看着你 你受的委屈 我们都知道 你不是没有人可以求诉 我们都在这 我们也会一直支持你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所以你看啊 老天爷对每一个人 都是公平的 其实 你并没有失去什么 你反而又多了两个亲人 来 你跟我说说看 今天怎么了 是谁欺负你了 今天 老板骂我 你以为你是谁啊 对啊 我到底是谁啊 其实你没有必要 太在意老板说的这句话 挫折只是暂时的 我真的想 现在就辞职不干了 赶快离开这个城市 不如意 你逃避到哪里 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认为啊 不如勇敢的去面对 至少把这个栏摊子 收拾完了以后 干净利索 然后再离开 这样啊 反而更像一个男人 今天 离我上一次到你家 也有一个月了吧 你回家吧 让你的爸妈 把你的身世告诉你 他们应该这么做 我们想十分 你 Obi 对 我们上次 启是 别 我们上次 我们上次